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白话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重要字 那么这节课的重要字呢 需要大家呢重点去掌握 重点去记忆 那么在写的时候呢 要避开它的容易写错的地方 第一个字呢 话是我们的题目白话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它与树木有关 所以呢它是木字旁 并且是左右结构 第二个字呢是图 它是左右结构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右边的这个鱼 在书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树沟 千万不要忘记 再来看容 那么它呢是草字头 千万不要写错 而下面的几个 绣 消 碎 蒙 龙 这几个字呢都是左右结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销 它呢也是草字头 以及碎 那在写的时候 左边是荷木旁 而右边是一个会字 大家在写的时候 首先这里边不要多写一个点 那么蒙和龙呢 大家重点掌握 来看下面的记 记呢是一个上下结构 还有霞 它也是上下结构 写的时候 霞的下半部分容易写错 大家呢一定要将它拆分开来 看一看每一个部分 都是如何进行书写的 最后一个呢是抹 那么写这个抹字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它的右半边 右半边 第一横呢相对于来说呢 比较长 第二横呢相对来说比较短 千万要注意它的第一横长 第二横短 在写的时候呢不要写反了 来看一下它的作者 叶赛宁 那么叶赛宁呢 他呢是20世纪 杰出的俄国民族诗人 在这里呢大家对他的国别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作者呢也是做简单的了解 就可以了 他的书情诗呢是啊 感情真挚并且格调清新 尤其是擅长描绘的是什么呢 农村大自然的景色 主要作品有白话王灵杰 还有莫斯科酒馆之音 在这里边我们这节课所学的白话 就是出自他的手 那么大家呢对作者以及作者 他的一个代表作品呢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白话 这篇文章呢 它的题目就是白话 那么很多人呢没有见过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白话 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白话呢它是叶落桥木 树干呢可达25米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非常的高 并且呢树干也很粗 50厘米粗 用白色光滑像纸一样的树皮 也就是说呢 它的树皮整体看上去呢 是白色的 可以分层的拨下来 用铅笔还可以在它 拨下的薄薄的树皮上来写字 那么下面这幅图中呢 它的这些树木呢 就是白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树干呢都是什么呀 白色的对不对 我们来看 它呢在任何地方种植呢 都是非常的美观的 并且呢可以在我们生活中的 很多地方呢来找到这些啊 白话林 那么白话呢是俄罗斯的国树 同时呢也是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 一个象征 对白话呢我们知道 它长什么样子 以便于我们后面呢对课文进行理解 来看一下诗歌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呢 去朗读 把诗歌读正确并且读流利 那么想要把诗歌读正确读流利呢 就要建立在把字认清 并且把字认对的基础之上 如果遇到课文中有不认识的字呢 我们可以进行字典查阅 在朗读中呢注意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呢 是我们这节课需要重点掌握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全诗来进行思考 诗中的每一节都写了什么 那么我们在初读课文的时候呢 知道白话这篇文章呢 它一共分四小节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呢 来对每一个小节的内容进行一个总结 一起来看它的第一节 那么第一节写的是我的窗前有一颗白话 先是引出白话 然后到第二节的时候呢 写到写的是白话在雪花中的美 那么第三节呢 写的就是白话在寂静中的一个朦胧美 而到了最后一节则写出的是白话在朝霞中的美 将白话呢放置在不同的场景中 分别写出了它的美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 在我的窗前有一颗白话 仿佛涂上银霜 披了一身雪花 那么第一节呢 写出的就是我的窗前呢 有一颗白话 作者呢先简单的介绍了它的一个形态和样子 什么样子呢 就是仿佛涂上了银霜 披了一身雪花 那前面我们提到过 白话它的树干的外面呢 就是披着一层白色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作者用涂上银霜 披了雪花这样的词来形容它 那么我们来看银霜和雪花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白色的 写画术通体洁白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我们用通体洁白的形象 其实作者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去赞美它 一个图字准确的表现出了 画术主干上一层洁白的细皮 那么写出的是它的一个外表 而披字则把画术拟人画了 那么披上一层东西 我们知道人才会披上东西 对不对 在这里边呢 它用这个披字则是运用到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表明了画术对一身洁白的喜爱 更加突出了它的一个高洁 那么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 毛茸茸的枝头 雪绣的花边 潇洒 串串花碎其占 洁白的流苏 如画 那么第二节呢 我们前面说到过 它呢 讲述的是白话在雪花中的美 对不对 毛茸茸的枝头 毛茸茸指的是什么 雪花 对吧 那么 雪绣的花边潇洒 以及串串花碎 还有洁白的流苏 那么在作者的笔下呢 是不是非常的美丽 我们来分析一下 既然白话披着一身雪花 那么未完全脱去的叶子上 就落满了松软的积雪 那么积雪是松软的 所以呢 作者用到了一个词叫做毛茸茸的 那么白色的树尖 白色的树烧尖 映着紫色的枝干 大家可以根据这幅图呢 来进行理解 那么看到呢 它的枝干上都落着什么呀 雪花 那么毛茸茸的 而且呢 还与枝干交相回应 就仿佛呢 给画树镶上了一层边 对不对 所以呢 说上 说到了雪绣的花边 那么同时 后面用到的是比喻的修辞手法 写出了 那毛茸茸的雪枝 像串串绽放的花碎和流苏一样好看 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 那么作者的笔下呢 白话在雪中姿态非常的美丽 由此呢 可以想象到 作者极尽想象赞美雪后的画术 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傲含挺立 这样的一个形象 第三节 在朦胧的寂静中 玉立着这颗白花 那在这里呢 我们都知道 第三节写的是白花 在寂静的朦胧美 在灿灿的金灰里 闪着金亮的雪花 我们来看 寂静和朦胧 那么寂静用朦胧这样的词来修饰 其实呢 它呢 是用感官相通的手法 我们知道寂静是耳朵听感受 那么周围非常的安静 并且呢 朦胧 朦胧胧胧的一片 用朦胧来修饰寂静 写出了白花 含蓄而高洁 这样的一个精神 而玉立这个词 大家知道 玉立 挺挺玉立 对不对 写出的自然是它的挺拔 那么同时呢 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词 再一次显示出来 白花的一个高尚 那么灿烂的金灰 衬托出的是它的绚丽辉煌 而玉立和闪着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词呀 动词 那么用动词来突出 静静挺立的白花 是一种特殊的动态美 第四节中 白花四周 徜徉着 姗姗来吃的朝霞 那么前面呢 我们说到 第四小节中 将白花呢 放在了朝霞中 来体会它的美 它像白雪挨挨的树枝 又抹一层银色的光滑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朝霞中白花树的美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幅图 你是否能够理解作者对白花的喜爱之情呢 世人呢 把白花置于朝霞的 映照之下 而长阳这个词 他呢 用的是拟人的手法 在这里需要大家重点掌握他的手法 准确而细腻的描摹了 朝霞生成的整个过程 那么在长阳呢 就是慢慢等待他的一个到来 姗姗来迟 则突出了朝霞的形态之美 更加衬托出白花的修美 而所有的前面所描绘的一切 都是为了衬托谁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白花 那么朝霞渲染下的白花呢 有红妆素果 分外妖娆之意 它呢 引用的是毛泽东的 《沁元春雪》的一个诗句 我们来看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而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 来看一下 这首诗呢 赞美了具备白花高级 坚强品格的人 也就是说呢 将白花怎么样啊 拟人化 其实呢 说白了就是用白花来象征 这一类人 什么人呢 那就是高洁和坚强品格的人 那么表达了诗人对家乡和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通过赞美白花来赞美这一类人 来表达作者对家乡和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而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也就是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来看一下诗歌的主题 他呢 主要是以白花为中心意象 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他的美 那么写出了雪中的白花美 也写出了寂静的朦胧美 同时还写出了晚霞中的美 对不对 那么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白花由衷的喜爱 赞美和崇敬之情 他不仅仅是喜爱赞美崇敬白花 更是赞美这一类人 表达了诗人对家乡 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那么对诗歌的主题 表达的情感 大家做重点掌握 我们来看这节课的拓展积累 这节课的拓展积累呢 是一些关于花的诗句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们呢 可以在课下呢 去进行一定的积累 积累一些描写花的一些词句 然后呢 来进行相互的观看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